西方文字幕 李宗盛 當年的期望幫助基層做些事 幫忙做一些事 其實今時今日你對這些服務的要求 是否已經不同了 還在不到 一定要為多些基層的社群做多些事情 因為大家知道基層真是基層 而且它是最大的層 在2000年開始行NPF 就是強制性公積金 做工的人才可以公 但公得來 又要給很多所謂管理費 要面對風險投資 到最休時不知有多少錢回來 這是第一個問題 大家知道男人上班 女人在家做監務 但由於女人沒有上班 她就不可以上班 不可以上班怎麼辦 市民經常說儲蓄 哪有儲蓄 還有長工事問題 有位叔叔 想你在立法會跟我說話 他說我做保安 上班時間就說十二個小時 但要早三個時回去 就遲三個時離開 因為是調班 同時我坐車 坐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來回來說 我回家只有八個小時九個小時 洗澡後吃飯又睡覺 我太太就很不開心 我自都不開心 我做不到丈夫的責任 所以長工事 對於基層市民來說很慘 造成很多家庭的不和諧 還有產生兩代之間的架幕 更加嚴重 2016年你最想見到香港 有甚麼改變 我想在接下來的年 2016年的時候 社會有一個很清晰的立場 告訴政府 政府到現在不斷說 社會上有很多爭議 所以我們要小心謹慎處理 不如做多些諮詢 當然梁振英想拖我們 可能是所謂的政客 選舉的時候 就說到堂而皇之 甚麼都說 但到選舉落成了之後 上了任 這些事情就沒有了下文 當然期望梁振英 這一屆進去 機會不高了 但只得限度 我希望有清晰的訊息 告訴未來的政府 市民大眾 很強烈地要求 要解決那場公事 還有退休保障問題 其實我自己 沒有甚麼所謂標準公事 因為我不是覺得 很辛苦做這份工作 工作時就當作休息 休息還是工作 我無所謂